网友打个招呼 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谭剑次 那我想问问你 新的一年有一些什么样 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工作计划呢 估计很多网友都很期待了 新的一年目前正在 第一件事情是正在 拍摄自己的新剧 然后同时呢也在紧锣密鼓的 制作自己的新专辑 已经制作的一半了 然后呢最重要的还有一点是 3月8号在全国会上映 我的新电影叫被我弄丢的你 所以也希望大家到时候 踊跃的走进电影院去多多支持 相信喜欢您的网友一定会 走进电影院的去支持你的 谢谢 那我们也要持续关注 好非常感谢 那这次在春晚的舞台 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这次会和黄妈一起 演唱一首歌曲串烧 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 然后加入了一些关于春节比较温暖温馨 然后团圆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当时在舞台上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心里有没有一些比较温暖的瞬间可以分享分享 两个人之间的合作的默契程度怎么样 其实因为跟黄妈是这次连排是第一次见 然后之前从来没有见过 没有交集 然后这次第一次见就感觉一下就距离很近 它一点的非常的活泼 对 跟我想象中的可能不太一样 是 因为去年的时候 它也唱了一个非常温暖的歌曲 可能我们跟您心目中想象的还不太一样 是 然后这次我们其实这首歌还是相对欢快一些的 对 那很期待了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过往就是在春节的时候 包括年三十看春晚的时候 跟家里人都是怎么度过的吗 跟家里人当然是就是大家吃着年夜饭 然后开着电视机一起看 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每年最快乐的时光 是 吃点好吃的 有时候吃点小零食 对 小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特难忘的记忆 小的时候啊 特难忘的记忆 觉得就这个氛围让我特别难忘 然后加上 那个时候 就是盼着这个晚上那个小品 小品节目啊 可以出来可以看 就记得就是特别期待看这些春晚的很多节目 那今年不能在家过年了 跟家里人 这个家里人都怎么说的 会在屏幕前应该是静静的守着您登台 但今年其实我是沾了这个春晚的光了 让这个家里人可以跟我一起过年 平常我可能都在剧组 刚才采访的好多这个演员嘉宾也都说 说往常吧 也很多的时候都在剧组工作 是的是的都在剧组 然后今年呢是因为参加春晚 然后可以在北京 然后在录制前或录制后 其实都可以跟家人团聚 那还挺好的 可以说这个过个团圆年 是的 那我知道剧组是这个广西人 那在家乡的时候我们往常都是怎么过节呢 广西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风俗习惯呢 我因为我离开家乡很早 我大概12岁就离开家乡 所以我对家乡过春节的氛围就是热闹 我觉得因为整个会有时候会整个大家族一起可能都有几十号人上至上百号人 就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然后呢 等到你再回到家里面 然后又是一个小范围的聚会 就变成了比如说我妈我姨或者等等这些小范围的聚会 又在家里面看看春晚 然后喝点小酒 开心开心聊聊天 磕磕瓜子什么的 所以那种氛围让我记忆有心 就是因为自己离开家之后 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跟家里过这样的一个节日 所以现在再回想起来都是我觉得非常美好的瞬间 就是那个年味很让人记忆犹新 今年肯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这个春节了 是的 那回望过去一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吗 过去一年啊 过去一年其实有挺多时刻是值得分享的 比如说自己的新剧 新的影视作品 然后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播出 那自己的音乐作品也同样跟大家见面 然后也得到了很多 就是收到了很多观众 对于今年 去年的这个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音乐作品 得到了非常多的好的反馈 所以这些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 越来越有干劲 就是也受到大家鼓励 是的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有很多的新的作品 包括一些歌曲 那我能不能替网友要个福利呢 因为很多喜欢您的 喜欢听您唱歌的这个网友 估计都想在我们的采访间听听您能不能给我们 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那就因为大过年的嘛 就给大家唱一点祝福类的歌吧 好 太好了 鼓掌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就像一个新年的祝福一样 送给我们网友了 那新的一年有没有一些小的祝愿 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也送给您的亲朋好友呢 可以对着我们的屏幕说一下 好 新的一年 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然后也希望全天下的人都能够平安喜乐 好 那也祝您新年快乐 也祝新的一年工作顺利 事事顺心 谢谢 好 我听说他们说导演组也在催促您上台准备了 是的 那也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感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 给我 也感谢您